這但你看到在臺中 這是一名60歲洗身婦人 她在16號接種疫苗 兩天之後 她的腦部出現血栓的情況 雖然說緊急手術 但是她的腦部受損 高達了三分之二 醫師向家屬來表示 這婦人就算就回來 可能也變成了植物人 而她的兒子只好忍痛 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 這名洗身婦人 她是在二十二號凌晨宣告死亡的 詳細死因還要解剖釐清 但是兒子也強調了 如果確定和疫苗有關聯 她會向政府討公道 黃先生難過不捨 六十歲的媽媽常年洗腎 但身體還算健康 可以自主行動 十六號打完疫苗後 發生腦血栓 住進加護病房 二十二號凌晨不幸病逝 等時間到了 等你走 心跳慢慢的停止 就在二十二號那天 醫院就打電話來了 告訴我們家屬就是可以過去了啦 就是已經沒 已經走了啦 黃先生的母親十六號接種AZ疫苗後 隔兩天要去洗腎時被檢查出腦血栓 緊急動了兩次手術 雖然保住一命 但腦部受損嚴重 不捨媽媽繼續受病痛折磨 黃先生和爸爸選擇忍痛放手 那這個血栓有可能是跟疫苗有關的話 去取那個血栓去做切片 洗腎病人 因為他的血小板會減少 所以會形成 特別會形成血栓 那這個血栓有可能是跟疫苗有關的話 去取那個血栓去做切片 洗腎婦人打疫苗後發生腦血栓病逝 家屬已經同意解剖 警方排電將在二十四號下午 進行解剖 釐清死因 如果真的和疫苗有關 死者兒子表示一定會替媽媽討回公道 記者中部最後報道